最近有很多很火的电视剧电影像《我们结婚吧》一生一世的主题曲都是由台湾歌星杨宗伟演唱的 而他从出道开始也一直以阳光和健康向上的形象示人 昨天晚上杨宗伟在南京演出在谈到最近演艺圈里爆出的明星吸毒事件时杨宗伟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从杨宗到最近热映的电影《一生一世》主题曲《空白格》 杨宗伟的每一首情歌都如绵绵不绝的细语虽然毫不热烈却十分动人心扉 杨宗伟出道以来一直低调先见匪文 对于近期娱乐圈不断爆出明星吸毒事件他表示遗憾 首先当然要对这个吸毒事件我觉得表示遗憾 因为我觉得犯错当然就是要负责任 对然后对他们来讲尤其是这么年轻 生活在演艺圈压力自然大于常人 但是排解压力的方式不应该是吸毒 杨宗伟说对于自己而言 每当遇到困难挫折或是精神压力大的时候 他的做法是运动 对我来讲我可能就是直接去运动 可能跑过十公里游个两公里 然后回来 然后可能我整个身心神就会安静下来 清澳刚刚结束 杨宗伟也希望自己能够在南京继续传递青春正能量 带给大家健康活力